各位同学好 我们这次的上课呢 刚好是排在 这学期的第五周 所以我们现在呢 这次是用远距教学的方式 来跟各位 进行这次的上课内容 那延续我们上个礼拜 所讲的 关于睡眠呼吸 这样子的一个主题 那今天呢我们就会 花一些时间来跟各位介绍 对于这个睡眠呼吸方面呢 我们是怎么样去 评估怎么样去测量 那我们要首先呢 关于睡眠这件事情呢 我们要来思考的是 我们真正在意的是 是哪些东西 也就是说如何 评估什么叫做睡的好 我们常常听人在说 睡眠品质 睡眠品质 那什么叫做睡眠品质 那可能各位同学 可能就会听到很多种的讲法 比如说 躺在床上呢 30分钟内就要能够睡着 或者呢 半夜醒过来的话呢 最多是一次 那或者呢半夜醒来 会到四次以上 或者呢 躺在床上 要超过四次以上 才能够入睡 还有呢 这个睡眠效率 也就是躺床时间 70% 是以下呢 的一个睡眠时间 所以呢 这是我们一般用量化的方式 因为这个是我们一般 我们根据时间 或者根据睡眠的一个形态 大概可以去初步的一个人的睡眠品质 不过呢 实际上我们真正在意的是什么 也就是呢 睡眠不足的之后呢 有没有 早上起来的感觉的睡眠不足 或者是呢 你的工作表现 或者呢 在睡觉的时候呢 很可能会有打憨 会影响到旁边的人 还有呢 会不会因为没睡好 产生了一些并发症 比如说 因为注意力不集中啊 或者是一些头痛 头晕 或者是一些 包含一些其他的各种的 还有呢 在情绪控制方面的一些问题 那这些问题呢 有一些呢 我们在上次的上课 已经有跟各位提到呢 特别是在这个 关于睡眠呼吸这件事情上面 会产生的各种呢 比较严重的 比较 会影响到我们长期来讲的 健康的一个并发症 那 我们这一次呢 就要跟各位来讨论到 那我们要怎么来 根据睡眠来做一个测量 也就是呢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非常 粗浅的一个用时间 或者是睡眠的一个 起床或者入睡 这样子的来做评估以外呢 我们如何去测量 也就是呢 在医学上面 比较严谨的一个方式 或者比较客观的方式 做个测量 好 那我们知道任何一个 尤其是医学方面的任何一个问题呢 要测量的话呢 我们通常就会分为呢 有主观的评估 以及客观的评估 所以呢 一个最常被问的问题就是 一天到底要睡多久才够 那 那我们都知道要睡的 足够呢 在不同的年龄层 其实是不同的 我们知道小朋友 刚出生的小朋友呢 你会发现他整天都在睡觉 那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呢 老人家我们会发现 你好像不用睡那么多 可是各位可以看到 即使是65 65岁以上的 年纪比较大的人呢 他这边提到的一个 所谓的睡多久才够 这个是一个 很大量的一个 人口的一个统计 上面的一个平均数 所以即便是六十几岁 我们常常认为 年纪大的人好像不用睡太多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雷是差不多七到八个小时 所以呢 要睡多久才够 个人之间呢 实际上有很大的一个 一个差异性 不过呢 一般来说 就是年纪越轻的人呢 实际上需要的睡眠是更多的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呢 在六到十三岁 十四到十七岁呢 这样的 尤其是这样的一个 从国小一直到 国中高中呢 我们可以发现 现在很多学生的睡眠呢 其实是不足的 那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如何评估睡眠品质 也就是呢 刚刚提到的这些 用很简单的时间 不过呢 如果要在医学上面呢 我们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方式呢 也就是呢 第一个 最常用的 也是用的很 非常广泛的 也就是所谓的 PSPR Sleep Quality Index 我们常常简称 PSQI 或者P值宝 睡眠品质指标量表 那这边呢 各位就可以看一下 我们只让大家知道一下 它大概评估的是哪些东西 所以我们从这个 问卷的内容 我们可以了解 这评估的面向实际上是相当的广 那 除了 我们通常里面也会大概问了 他睡眠 从时间上面的一个问法 还有半夜呢 要不要起来上厕所 或者觉得有没有呼吸的问题 有没有 那有没有一些其他的 那 还包含呢 他除了问 单一一次也会过去一个月来 大概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 这个PSPR 实际上 这PSQI 是一个用的非常非常广泛的 也就是一般呢 不管是哪一种的睡眠疾病 那这是一个 一般的 针对睡眠品质方面的一个 相对比较严谨的一个客观的一个衡量方式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也有一个我们把它叫做是一个很简易的 因为对于 因为这些问题大概就是 你可能很短的时间内 一夜的这样子的一个只有十个问题呢 很简单就可以大概评估一下 那 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评估呢 大概每个人大概都可以很好去区分呢 比如说他 那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里面的评估的一个 这个方式呢 有很多就会去 比较着重在第二天的一个感觉 比如说呢 白天会觉得想睡觉啦 然后情绪会有些焦虑的问题 那这样的呢 这些问题大概是属于一个非常初步的 也就是说第一次呢 我们在做一个针对一个人呢 怀疑有没有睡眠的问题的时候 一个非常非常粗浅的一个量表 这等于是在第一 你可以说 第一次我们再问一个人有的睡眠的品质 那又不像PSQI呢 等了PSQI问的那么那么多的问题 所以这个真的是第一次的一个问法 那如果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个人的睡眠品质呢 不见得每天的一个状况都一模一样 所以呢我们就会有所谓的睡眠日志 也就是呢 重点这个是在比较呢 单一一种情况的 在不同的天 每一天的变化的 有没有它的一个起步 所以睡眠日志就好像 每天都会问的一个简单的一些问题 然后主要是看长时间的 会请 我们会请呢 一个人如果 会 会抱怨 他的睡眠品质不好 或者说他有一些睡眠相关的问题 那我们有时候就会请病人呢 对于他的一个睡眠的做一个 类似日记方面的一个记录 那重点我们是要看的是 每天的一些变化 因为从这些不同的一些症状 在每天不同的一个 高级起伏的变化呢 我们比较容易去找出 他可能是哪一方面的问题 那再来呢 又人的睡眠呢 实际上 一般有的人会 会担心他的睡眠不好 可是呢 他不见得精神特别的差 他只是呢 觉得他的睡眠的一个方式 似乎是跟他周围的人不同 也就是呢 有的人 他习惯早睡 有的人习惯晚睡 那这个时候呢 他可能就担心 他的睡眠的方式跟别人不同 是不是有一些 健康上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问另外一种的 也就是 所谓的一个 睡眠形态的一个偏好 这样子的一个量表 那透过这样子的量表呢 我们可以大概的知道呢 他的睡眠 也许不见得是有问题 他只是睡眠的一个形态 跟别人不同而已 那在主观的评估方面呢 我们还有一个是 关于睡眠不足的评估 那这样子的一个评估呢 其实一个非常常被使用的 一个叫做 Apple Word Sleep Minute Scale 就是 这个 他是八个问题 八个问题呢 主要都是集中在 评估一个人呢 有没有睡眠不足的一个现象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常用的 因为呢 对我们来说 一个人睡得好不好 或者是睡的品质够不够呢 我们去 与其用刚刚前面提到的各种方式 不管是用时间啊 中断这些情况来 来评估一个人呢 我们还不如使用 所谓的 有没有睡眠不足的一个 现象来评估这个人 所以这个所谓的 这个Apple Word Sleep Minute Scale 我们简称ESS 就变成在床上面的一个 更常被使用的 而且呢 这个 这个是 而且我问的问题呢 几乎都是 醒过来白天的一个 试睡的问题 所以呢 一般人家回答这样的一个 睡眠的问卷呢 相对来讲会容易很多 那这八个问题各位可以看到呢 指的就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关的 比如说看书 看电视的时候呢 在公共场所 或者是呢 开车的时候 或者 或者是呢 休息的时候 这里呢 我们要特别 要跟各位说明的一点 也就是呢 很多人会觉得 他的白天没有试睡的问题呢 如果我们直接问一个人 有没有试睡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时候 我们要考虑的是呢 这个人 他的生活形态 如果这是一个 相对来讲 工作上面是非常忙碌的人 那这个时候 他的睡眠不足 不见得会表现在白天的 有没有试睡的一个情况 因为呢 如果睡眠不足的人呢 他在某种程度上 可能相对是一个比较焦虑的 那如果 又是一个比较相对比较年轻的人 或者他平常呢 可能有 有在运动 或者是体力劳动 这样的工作的人的话 他相对来讲 他的 身体本身的一个肌力 是比较好的 他的肌耐力啊 身体的这些都还不错的话 那工作又是忙碌的 那他在白天呢 其实是没有机会 让他可以 让他可以静下心来的情况的话 他很可能整天都是精神不错的 那他只是觉得好像身体有点累累的 所以呢 在这个 ES 这个 这个 文件上面就会问到一个 这里有一个 各位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下午可以躺下来休息一时 那因为呢 在我们临床上面经常会注意到一个情况 很多人会认为呢 那白天呢 其实 嗯 没什么事情做的时候 会有点想睡觉 是很自然的 他根本不以为意 实际上这样子就要怀疑是不是有问题了 也就是呢 那当我们有机会休息的时候 没什么事呢 都还是精神饱满的时候 那就代表了你的睡眠是真的够的 所以我们通常会问的是呢 当你在白天呢 把你你是处在一个枯燥 无聊 而且是舒服的一个状态下 你是不是都还精神饱满 如果是这个时候也都还是精神饱满的话呢 那我们大概可以比较相信呢 这个睡眠其实是够的 所以呢 我们在 在了解一个人是不是 睡眠品质不好 或者尤其是在 想要了解他有没有失睡的问题的时候呢 就要把这样的一个情况理解 因为很多人认为 白天有事情的忙的时候呢 只要那个时候是精神好的 那就代表他的 他没有什么失睡的问题 那再来呢 就还有一个问卷 这样的一个问卷呢 就变成是更集中在 focus在一些 一些问题 比如说这个柏林问卷 那柏林问卷呢 各位看这个问卷的内容 很快就可以知道呢 他主要问的是什么 就是关于睡眠呼吸的问题 所以呢 你会看到这个问题 就会集中在 有没有打呼的问题 打呼的一个 严重度是怎么样的 那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问卷 就会更focus在 这个人是不是有 有睡眠呼吸中止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那从 刚刚到这里呢 这么多的一个评估的方式 我们都可以说 这些大概基本上都是属于一个 比较主观的一个评估方式 因为这些 这些了解的方法呢 都是依赖这个病人本身的对于他睡眠状况的一个描述 而不是一个测量或者是一个所谓的比较客观的方法 所以呢对于他的一个准确度就要 我们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见得 人跟人之间呢 这样的一个分数是可以做一个非常准确的比较 不过呢 虽然是主观的一个方式呢 不过就同一个人来讲 我们就可以当作是在长时间的一个问卷本身的分数的一个起伏 我们也可以当作是一个相对比较的的一个使用 所以呢 他虽然只是一个主观的一个问卷 还是有他的一个在临床上面的一个参考的价值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跟各位介绍了 关于睡眠的一个客观的一个评估 那我们这堂课既然在讲的是睡眠呼吸 所以我们会针对在睡眠呼吸方面的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估方式 那在讲这个之前呢 我们稍微跟各位复习一下呢 在讲到睡眠呼吸中止方面呢 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会分成有所谓的主栽型 叫做absorctive sleep apnea 也就是简称OSA 或者我们常常把它叫做OSA 那或者是central sleep apnea 那我们常常简称是一个SISA 那或者是一个混合型的 那它基本上就是一种不正常的一个呼吸的pattern 所以我们上次有跟各位提到有 有关于是一个amnia或者是hypapnea 或者是这个respiratory ever related arousal 我简称RERA 那在检查方面呢 一种也许各位同学已经有大概有听说过或者有看过呢 类似这样的介绍 那在我们就把它叫做是一个polysomnography 那这个从字面上大家大概就可以了解 这个poly就是很多的 所以叫做一个多向性的一个检查 那somnol是跟睡眠有关系的 所以就是这个polysomnography指的就是跟睡眠有关系的一个多向性的生理检查 那这样的一个检查本身呢 究竟它是怎么样去做的 从前面的图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本身呢会接非常多的一个channel 那目的就是在收集各方面的一个生理讯号 那我们从这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动态的一个缩时图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这个睡眠计时呢 第一个要先在脑部上面贴几个关于检疫的一个脑波 然后还有呢 各位看到在眼睛旁边 这是一个像眼动图还有呢 还有急电图 那还有脚上我们会测 看有没有脚在睡觉会不会乱动 那身上有一些是关于像胸带、腹带 这要看区别 它是阻塞型或者是一个中枢型的 然后还有手上的一个pastosmeter 那鼻子呢还会贴上一个flow的一个sensor 那做完之后呢 我们就会做calibration calibration呢 也就是我们这些测量生理讯号的这些导线都贴好之后呢 我们要确定它的讯号是不是ok的 有没有遗漏了 或者它的导电心好不好 各位可以看到像刚刚在做这些 尤其是在做这些贴这些导线说我们都会涂上 我们把它叫做导电膏 那这样子的话呢 它的讯号会比较清晰会比较完整一点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请病人做一些动作 也就是做一些比如说张眼、闭眼 或者是眼睛转动 那或者是闭气或者是吸气、吐气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或者那这样我们来确定呢 每一个讯号都是ok的 那这样才会真正开始进入这个睡眠检查的一个 开始进入睡眠检查的一个整个一个 让病人开始入睡 那在这个当中呢 睡眠技师就会在旁边去观察在这个每一个 每一个生理讯号会不会有中断 或者是有任何的讯号不正常的情况 那如果有这些现象的话呢 他们就会去做一些调整 或者是把掉了这些导线 再把它重新结好 所以这也就是一个最最标准的一种做法 那睡眠呼吸的问题呢 这个这个这张slide 我们上次有跟各位介绍过 从最左边的一个正常呼吸 一直到最右边的一个amnia 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呢 我们就去判断它有没有呼吸中止有多严重的话呢 我们根据什么 我们实际上就是根据这个AHI 也就是每个小时有多少次的一个amnia hypomnia的这个event 那我们上次有跟各位提过 如果我们也把这个因为呼吸肺力而觉醒 也就是这个 Respiratory Effort Related Arousal Rera也算进去的话 各位同学还记得吗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一个RDI 就是一个 Respiratory Disturbance Index 那基本上因为这两个数字是差不多的 因为在临床上面真正只有这个Rera的一个次数相对还是比较低的 所以呢 AHI跟RDI呢 两个的数字的相差 大概基本上大概都在百分之1 百分之2左右 所以呢 很多即便到目前为止 大部分的一些睡眠装机 它在发布的一个报告的话 很多都还是以AHI为主 那它的严重度就是这样看 小于5次是正常 那5次到15次是mild 15到30是moderate 那超过30次呢 就是叫severe 那讲完关于睡眠呼吸方面的一些最常见的检查方式呢 我们自己就要来跟各位呢 再来讨论另外一件事情 也就是呢 实际上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病患实际上是到处都有的 可能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少 并不是呢 看到有严重的打呼呼吸有个严重的问题呢 才一定有这个这样子的睡眠呼吸中止症 比如说呢 根据这样子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表格里面呢 比如说如果药物治疗不佳的高血压呢 可能有八成是背后 它实际上是一个睡眠呼吸中止 那各位可以看到像糖尿病的病人呢 或肥胖的病人 或者是晚上起来小便 或者失眠的病人呢 各位可以看到 这些就是我们很常见的各种各式各样的慢性疾病 那我们可以看到一般的人 可能在40岁50岁60岁年纪慢慢增加之后呢 就会有这样子的各种的一个慢性病 所以呢 这样的这些的慢性病我们可以说 他们可能都是有睡眠呼吸中止这样的问题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在统计上面 如果按照我们前面跟各位介绍的 AHI5以上的话呢 就叫做有睡眠呼吸中止的病患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是2017年的 在西方国家的一篇的Meta Analysis 那这指的是一个General Population 也就是呢 所谓的睡眠呼吸中止的盛行率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60岁以上 在男性的话呢 大概有九成以上 那女性大概78% 那我们用比较严重一点的 也就是AHI15以上的话呢 男性可能也超过一半 那女性呢 也大概有超过三分之一 60岁以上的比例就很高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了解呢 实际上睡眠呼吸障碍 或者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病人的 这个症状 所以呢 根据刚刚的这样子的 前面提到的 这些常见的慢性病 还有呢 根据一些统计上的数据呢 我们大概就会知道 我们一般所知道的 睡眠呼吸中止的盛行率 很可能都是被抵估的 所以呢 就光做 尤其呢 我们东方人 亚洲人的话呢 由于这个 头颅结构的关系 所以呢 基本上呢 可能我们不用像西方人 那样子的一个 要比较厉害的 一个肥胖的一个情况 就有可能出现 睡眠呼吸中止的问题 好 那既然这样的话呢 那我们 如果要去 对于 这样这些怀疑的病人呢 我们要做检查的话呢 那我们究竟有多少的检查的能量 可以进行 那这里呢 我们这里就可以来看了 比如说在 在台湾的话 呃 全台湾的一个 有标准的睡眠 检查的一个医院的话呢 大概有多少 实际上加起来的话呢 可能不到300张 所以呢 在可能有好几百万的一个潜在的病人呢 那只有300张来应付这样子的一个检查的需求 那实际上是远远 是远远不够的 那基于这样子的话呢 实际上在即便是在西方国家 在全世界的话呢 因为各种的问题 还有呢 做检查方面的一个不变性 还有它的费用 然后各种的 的情况 那尤其呢 像今年 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肺炎的病毒的疫情呢 所以呢 慢慢的大家就会思考另外一件事情 有没有一些呢 是可以居家监测的一个 睡眠检查的一个方式 那所以 实际上呢 大概在1960几年开始呢 大概就慢慢就有发展成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所以大概在1994年左右呢 就有人对于 除了在医院标准的 然后完整的这个检查的方式以外呢 陆陆续续就有一些所谓比较简易型的 那或者是一个攜带式的 那可以让病患在家里进行的一个睡眠检查 那 最早期的一个分类的方式呢 就把它分成有四种type 那这种type呢 比如说type1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在医院的一个 full attended polysomnography 这个attended指的就是呢 在做检查的时候 那是有睡眠济师在旁边呢 当然不是在病人旁边 那实际上是病人在睡眠的检查室 那睡眠济师是在另外一间的一个 我们叫中控室 那他可以看到各个channel 那重点呢是这个attended的目的是 要去观察他在做检查当中的每一个channel的讯号 是不是都完整的没有遗漏 那没有一些奇怪的讯号 所以这个这个就叫type1 就是一个最完整的 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把它叫做一个in-lab 的一个polystonography 那type2的话呢 就是要检查的方式 贴在病人身上的方式是一模一样 跟type1一模一样 不过呢 他是unattended 那也就是可能让病人可能是在家里检查 或者说他是在病房上做 可是呢旁边并没有睡眠济师呢 从头到尾去monitor他的讯号有没有遗漏 所以这个就叫做type2 那type3的话呢 也就是说他的channel会再少一点 不过呢 针对睡眠呼吸中指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呢 必要的一个讯号 我们还是可以拿得到 所以呢 大概大部分就会包含一些像呼吸啊 血氧还有呢 这个行律这样的讯号就可以得到 那type4的话呢 就更简单了 那type4更简单的话呢 大概基本上就会 因为跟呼吸最相关的 实际上就是血氧 所以呢 type4的话 基本上就是 大概都会包含血氧的检测 那其他的大概就比较少 所以呢 基本上就是分成type1 2 3 4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 可是大家很容易区别的一个方式 那所以呢 根据这种所谓的type3以下的话 那type3的因为他的 他的用的channel明显少很多 而且容易操作 所以他就很适合拿来当作是一个居家睡眠检测 所以我们常常就会简称叫做 home sleep testing 那我们常常简称hst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这样子一个检测的方式呢 实际上在最近这5年10年以来的话 就会变得越来越普遍 一方面也是因为呢 他的费用低一点 而且呢 对人力的需求也比较少 而且呢 居家检测呢 也比较符合一般人 对于在 对于睡眠检查的一个 在检查方面的一个舒适度 因为很多人在患一个环境 那睡眠的情况就 就会完全受到干扰 或者是呢 他的睡眠的时间呢 跟我们在医院标准的一个睡眠时间呢 又搭配不起来 基本上像我们在医院的检查 我们就会请病人大概9点来报到 然后呢 一些基本的一些 一些量测 包括血压啊 基本一些量测呢 之后 帮他贴好这些polystomnography的一个wire 之后才睡觉 那在医院是检查6个小时 所以呢 我们基本上大概6点报到 9点 晚上9点报到 大概早上5-6点结束就可以回去了 可是这样的一个睡眠时间呢 可能不见得是每个人在家里 平常的一个睡眠时间 所以这个homesleep testing的话 就比较能够配合每个人 他要自己的一个习惯的一个睡眠时间 那关于呢 这一个homesleep testing 究竟他检查哪些东西 检查哪些讯号 那也就是基本上呢 就是第一个呢 我们就有一个heart rate 那这个homesleep testing的话呢 他简单来讲就是在病人身上 我们就会有几个基本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在他的手上 会夹一个pustle smeter 那这个就可以测量heart rate 以及这个saturation 这些第一个跟第四个的讯号 那再来呢 我们也会在病人的这个胸前 会有一个带子 那这个胸前带子 他随着他的呼吸 我们就可以去测量 他的一个呼吸的一个模式 他会不会 他在flow不足的时候呢 会不会有 要有没有要 要挣扎的呼吸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或者呢 其实完全没有一个要呼吸做拱的 那我们都知道 如果 呼吸的气流下降 然后他胸部没有在起伏 这很可能就是中枢型的 那如果呢 反而是要聚烈的起伏 那就很可能是阻塞型的 然后再来这个saturation呢 那指的就是 我们要从鼻子这边去测量的气流 那saturation指的是 他利用温度的一个变化来 来推算他的呼吸的气流的一个起伏 那有的是使用他的压力的sensor 所以呢 基本上这种所谓的type 3的话 那最主要就是 他最主要的生理讯号 就是有血氧心律 胸部的起伏 以及呢 他的一个气流的侦测 那这样子呢 的一个分类的方式呢 是很容易区别的 不过呢 随着现在越来越新的 的睡眠方面的科技方面的 一个眼镜的话呢 大家就会有各种的 一个生理讯号的一个 的收集的方式 就会越来越复杂 所以呢 慢慢的就会发展另外一个分类系统 那这样的分类系统呢 这我们就把它叫做什么 scoper 那这个scoper 实际上就是六个 六个 六个文字的第一个字母 这个s是sleep 然后c呢 就是cardiovascular o呢 是血氧 这就是osimetry 那p呢 是position 所以这是平躺 或者是车躺 因为很多人 他的一个严重度呢 平躺很严重 车躺就是没那么严重 那个我们就把它叫做 是一个positional ulcer 或者apel 他呼吸有没有非常的费力 好那还有一个呢 respiration 看他呼吸的一个气流 所以呢这个scoper 这样的一个分类系统呢 我们就 我们用这样方式来分类 这一个homesleep testing 到底是在这个scoper的话 我们就会给 这每一个字母呢 我们就给他一个分数 那这个分数这个系统 我们就把它用这样的方式来 来做一个归类 各位就会看到 每一个分数 每一个 每一个dimension 比如说sleep 的话呢 他就分成s1234 那cardiovascular的话呢 就有分到12345 所以呢 我们 我们就可以看到 比如说 这个数字呢 1234 那如果 越多的 越少的数字代表的是说 就是我们这1234 各位就可以 可以去 去类比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type1234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观念 所以呢 数字越少 代表测量的 讯息呢 就是一个 越详细 越完整的一个 讯息 那比如 举个例子 这个是有一个s3c4o1p2e4r3 这样子的一个device的话呢 s3 我们就可以说 他这个是 他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 红色框架的地方 他的这个 关于sleep的话 sleep睡眠的深度呢 他就不是用脑波 他用的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etigraphy etigraphy 很像我们的这个 我们把它叫做体动剂 实际上就是像 大家很多人 现在会戴的一个穿戴式的一个运动手环 或者是智慧手表的话 他本身上面就有一些 我们把它叫做g sensor 他就是可以测量这个人的活动量 那我们知道不同的活动量 就会代表不同的睡眠的一个深浅 所以他的睡眠的一个深浅 睡眠的stage 他基本上就s3的话 就是用体动剂来代表 那如果是cardiavascular 那最好的是 当然就是心电图 可是呢 这个c4 那用的就是什么 他就 真正他的一个脉搏 那脉搏 那脉搏的话 我们至少可以知道他的心跳 所以脉搏呢 c4 他的这个讯号 就是从pustles meter得到的 当然就不是从心电图上面 那这个o1 o1的话呢 当然 基本上要去取得氧气 相对来讲 只要一个pustles meter 所以这个o1 用的是pustles meter 所以以此类推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样子的一个新的分类系统 我们就会更清楚 这个人呢 他的用的装置 可以收集到哪些讯号 所以这边就是 像刚刚介绍的 这个 基本上呢 虽然有刚刚的这个scopers系统 可是呢 目前大家一般在临床上面 在说明这个病人的睡眠检查 是透过什么 我们还是习惯 会用所谓的第三类 因为 这个是很好区分的 就是 至少我们可以知道 病人不是在 医院或居家 用完成的pustle sonography 而是一个检疫型的 那为什么这个第三类呢 我们要来探讨这件事情 最主要是呢 考虑到各种 我们在做睡眠检查的时候的方便性 还有呢 还有它的一个环境 那还有呢 最重要的是 就是跟费用的关系 所以呢 由于越来越多的这个居家睡眠检测的一个需求 那所以呢 在美国医学会 睡眠医学会呢 实际上在2017年 他的发表的这个guidline里面呢 就认定 对于所谓的单纯这个 OUSA的病患的话 用type 3的话 就可以具备了诊断的效力 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screen而已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 讯号越多 检测就一定是越好 那实际上要看我们的目的 如果我们的目的呢 是针对 就是所谓的 OUSA 而且呢 所谓的uncomplicated 那 什么叫uncomplicated 那指的就是说 它可能不是 它本身没有说 合并其他严重的一些共病 比如说像 心脏衰竭啦 或者病人呢 它并没有一些像中风过的病人 因为这些很可能都会影响到 它一个呼吸的一个pattern 那或者一些比较复杂的 相对的一些 或者在长期的一些脑部受损 或者说结构上面的一些 特殊的一些问题的话呢 只是一般的人 我们觉得 因为他有一些 白天赤睡 或者是严重打呼 或者咽尿很厉害 那我们 病床上面呢 高度怀疑 他是有一个 OUSA的病人 而且呢 是属于比较 要中度以上的一个 我们临床上认为 他是一个 中度以上的一个 严重的OUSA的病人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来 安排这样的一个检查 那有的人就会认为 这样的检查究竟 究竟在临床上面呢 它的一个 可用性到底好不好 所以呢 就在2018年呢 实际上就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study呢 帮我们来理性 这样的一个问题 他这个研究呢 实际上就是针对 所谓的Primary Care Physicians 也就是呢 我们常讲的 比如说 基层医疗的一个医师 对于病人呢 有Sleep Amnia 然后在诊断 或者是治疗方面呢 跟在大型医院的一个 有睡眠中心的 睡眠专科医师 对于同样的这个 睡眠呼吸中止的一个 诊断跟治疗方面呢 有没有一些 会不会有很大的差别 那他使用的工具呢 就是用 刚刚提到的这个Type 3的 那有一个 非常常被使用 我们把它叫做 Amnia Link Air 那这个的装置就很简单 就是有一个鼻管 那一个胸袋 还有一个Parsal Smith 血氧的侦测 那他一样会有 他会自动 这个机器呢 会根据这 会自动产生一个report 那他的这样 这个study的做法呢 他实际上就是 将大概300多位的病患呢 随机分成两组 那这两组呢 接受的诊断跟治疗的方式 是不一样的 其中的一组 我们看左边这一组呢 就是 就是所谓的诊所治疗组 那右边呢 是医院治疗组 那诊所治疗组呢 他指的就是 这是在西班牙做的研究 那就找了20家诊所的 那这些诊所的医师呢 并不是睡眠床科医师 那他的一个诊断的方式呢 就是根据刚刚提到这个type 3的 这个amnia link air的方式去检测 那检测出来呢 我们就如果这个AHI是20以上 那我们就会请病人呢 使用呼吸器 那如果10以下呢 就不用 那如果介于10到20之间呢 那我们就考虑 如果这个病人是比较胖的 BMI35以上 或者是年纪比较大 55岁以上呢 就请病人使用呼吸器 所以这样的一个判断 是一个非常明确的 要不要使用呼吸器 那右边这一组呢 就根据我们这个 睡眠床科医师的一个 诊断的一个方式 那这样呢 他们就比对了六个月 那六个月下来呢 我们比对哪些东西 第一个呢 我们就比对 他使用呼吸器的时间 这两组使用呼吸器的一个比例 还有使用呼吸器的时间 实际上没有什么差别 也就是呢 六个月下来 并没有诊所 诊所的医师 请病人使用呼吸器的话 并没有因为他是诊所的医师 请病人使用的话 而导致呢 病人的使用的一个意愿 或者遵从性变差 所以两组是没有差别的 那在治疗效果方面呢 实际上也没有差别 他的一个治疗 什么样叫做有效果 也就是呢 这个 F-Word Sleepiness Scale 有下降 下降两分以上 就叫做有治疗的效果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组呢 基本上都有下降六分 左右 六分以上 所以也就是呢 两组的治疗效果都有 而且呢 两组之间没有什么差别 那真正有差别呢 实际上是一个费用 我们可以看到呢 医院组 大概六个月下来 平均花费是900多欧元 那诊所组的话呢 大概400组头 所以整于两组相差500多欧元 我们可以知道 这样的是一个相差不低的费用 大概将近可能差不多 将近两 差不多2万台币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如果这是一个 单纯型的一个 OUSA的病人 我们在治疗的话呢 不见得 就不能使用 所谓的type 3的 home sleep testing的一个方式 来当做诊断跟治疗 那这个呢 也带给我们 对于睡眠呼吸中止的 这样病人的一个 我们在做评估方面呢 就可以 我们就有很明显的证据告诉我们 我们 可以好好的来使用这个HST 那当然 现在的话 这几年又有发展更多的一个 所谓 我们现在都把它归类可能 就是 叫做type 4的 可能是血氧 或者是一些都会穿戴式的装置 那可以做一个更广泛的一个赛检 好 那关于这个睡眠呼吸方面的问题呢 我们从上一次跟这一次的上课 我们就介绍了很多 不管是这个疾病的特性 还有呢 他的 在临床上面会出现的一些症状 还有相关的病发症 以及呢 在临床上面 如何去做检查的 还有治疗的一个 标准的一个做法 甚至呢 还有跟各位介绍 是一些 在这几年的 越来越被接受的一个 home sleep testing的方式 那最后呢 我们再来跟各位介绍呢 尤其是在东方人身上呢 我们最常见的一个 睡眠呼吸障碍 我们还有哪些东西是要去注意的 而且呢 这些东西呢 很可能是更为重要的 那也就是 慢性咳嗽 与睡眠呼吸障碍相关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提到 为什么提到慢性咳嗽呢 比如说像这些的一个症状 我们最早跟各位提到的是 很多病人呢 经常来医院的话呢 他的一个主术就是 常常觉得喉咙卡卡的 那 他有一些 有时候有一些声音沙哑 讲话讲到一半呢 没有声音 或者有时候要比较费力 那常常觉得喉咙很干 那经常咳嗽咳得很厉害 那各位同学可能有听过 台语我们常常会讲一个 叫做 就是呢 常常有一些人的咳嗽呢 怎么样治疗都治疗不好 那说严重也不是很严重 那 那常常我们就会 医生就会说 你会不会是有一个气管炎啊 或者说长期的一个慢性咽喉炎 这些 那我们就先来了解 所谓慢性咳嗽呢 就是超过 超过呢 两个月以上 八个礼拜以上的一个咳嗽呢 端端续续一直都好不了 那基本上如果只是一个感冒 大部分在一两个礼拜呢 几天之内大概就会改善了 那可是有些人 今年或者他会觉得呢 只要一感冒咳嗽呢 就会拖的比较久 那实际上 成年人常见的一个慢性咳嗽的原因 大家可以看到 主要是以鼻息到瘤 位置到逆瘤 那如果他本身就有气喘的话呢 在发作的时候呢 常常也是用咳嗽的症状来表现 那通常呢 一个人如果会有慢性咳嗽的话 那我们大概 第一个我们就会 请病人张开嘴巴 我们去看他的喉咙 那我们可以看到 经常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呢 我们会看到他会有一些黏膜方面的病变 也就是呢 左边我们会看到 他都经常脏口呼吸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 这个黏膜的会有些萎缩 看到会相对的是一个比较白的 的一个情况 薄薄的 可是呢 在右边我们会看到 你会看到呢 在这比较 在这个黏膜上面 你会看到有一些一颗一颗的凹凸不平 就好像 cobal stone 这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鹅卵石 地上铺的鹅卵石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 慢性发炎 产生的一个 淋巴组织的一个 一个 一个肿胀 一个腹肿 所以就好像地上铺的一颗一颗一颗一样 那这样的情况呢 代表这个病人呢 就会觉得喉咙 经常会觉得是有一个异物感很痒 那不太舒服 那这个张口呼吸的情况呢 我们就看到 这个黏膜萎缩以外呢 就会看到有很多血管是扩张的 因为 它张口呼吸的话 表示我们身体呢 就为了要把 要 让这个吸进去的空气呢 能够加温加持 所以呢 就会带长性的 让我们的血管 会变得比较 比较扩张 所以病人有时候咳得太厉害了 甚至就会引起 短暂的一些可血的一个现象 那张口呼吸的时候呢 就会发生什么结果 它的口水就会蒸发掉 因为呢 我们的口水 我们知道 这主要呢 是要综合胃酸的 所以呢 它张口呼吸的时候呢 这个口水蒸发掉 就没有足够的口水 可以吞下去综合胃酸 那所以呢 很多鼻子有问题 张口呼吸呢 慢慢就会有一些 胃食道逆流的情况 另外一个呢 也就是当我们堵住 没有办法好好呼吸的时候 当你用力吸气的时候 这时候就会改变 恒格膜的角度 所以这也会导致病人 容易会有胃食道逆流的一个现象 也就是呢 没有足够的口水中和胃酸 再加上用力吸气 让胃酸也更容易逆流 所以呢 鼻子一旦有问题 那就很容易加重胃食道逆流的问题 那所以呢 经常鼻塞的人 有脉脏鼻痘的人 我们也就会观察到 他会有一些 眼睛的 比较接近内侧的地方呢 颜色比较深 我们这样的黑眼圈呢 跟熬夜形成的黑眼圈 都不太一样 这个大部分是在 在双眼的内侧 大概二分之一的地方 所以刚刚有提到呢 鼻子有问题的时候呢 脏口呼吸 然后就会容易增加 胃食道逆流的问题 那反过来呢 胃食道逆流 也可能会恶化 这个鼻子的问题 实际上呢 在有鼻油科的医师 他们常常会发现 一个人总是有治疗 不好的一个慢性鼻炎 鼻豆炎的话呢 如果就好好去改善 他的一个胃酸的问题呢 他的鼻豆炎呢 就可以得到 比较好的控制 那过去大家会 会怀疑呢 会不会是胃酸呢 会不会跑到喉咙 甚至呢 在睡觉或者什么情况下 会不会跑到 我们的鼻腔 那大家就发现呢 实际上 一个因为吃 使用一些药物呢 改善鼻豆炎的病患呢 我们去做检查 不见得会在喉咙 或者鼻腔呢 直接测到胃酸的逆流 那大家慢慢就发现呢 它实际上是一种reflex 而不是所谓的reflex reflex就是直接的逆流 那reflex呢 实际上就是一种反射 也就是呢 有胃食道逆流的人 它实际上是 它的胃酸 会去刺激到 我们食道的迷走神经 那食道迷走神经呢 就会induce很多是一些sensory的neuropeptides 那简单的来说 这样子 食道的这些神经呢 它长期受到刺激之后 它就会呈现一个持续的发炎的状态 我们把它叫做是一个神经性发炎 neurogenic inflammation 那这样经常发炎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的伤口 有伤口呢 我们身上也在发炎 有伤口的地方呢 就很容易受到什么 很容易受到刺激 就好像在所谓的 伤口上面撒盐一样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整个 整个 食道或者是我们的喉咙呢 只要有任何的刺激呢 那我们就会变得很痒 会很不舒服 当然就会咳嗽 所以呢 胃食道腻油就可能会加 透过这样的神经的反射 就会导致呢 我们的鼻腔的冲斜肿脏 然后变得很痒 会很不舒服 很容易咳嗽 那所以呢 综合上面的这些状况 如果这个病人又加上 他的下巴又比较后缩 那他鼻子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 他在睡觉的时候 就更容易阻塞 那这样的结果呢 就会造成什么 就会造成这个 阻塞型的睡眠呼吸中止 那有一些人 他不见得到 那么厉害的缺氧 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过去 是把它叫做 是一个 Upper airway resistance syndrome 就是上呼吸到下在症候群 那现在呢 既然已经认为 他造成如果有一些 睡眠的时候呼吸的障碍 这样的一个病人呢 我们在临床上面 做睡眠检查呢 就有可能 他不见得有厉害的缺氧 或者是呼吸中止的情况 可是病人会因为这样容易觉醒 所以这样的一个 Upper airway resistance syndrome 就经常会表现出 我们之前跟各位提到的 这个RE、RE、RE、RA 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有胃食道逆流 跟慢性鼻肉炎呢 还有这个 OUSA之间的相关性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 经常在伴随着发生的一个现象 那就有人做了study呢 针对这些长期慢性咳嗽都咳不好的病人 我们会发现呢 他有厉害的胃食道逆流 也有持续的慢性鼻痘炎 那这些病人呢 在使用药物治疗的时候呢 似乎症状会改善 不过呢 经常还是反复的发作 那如果这些病人呢 去做睡眠检查的时候呢 会发现大概有百分之四十几左右 百分之四十四呢 他实际上是有一个OUSA 那针对这些病人呢 如果帮他使用这个呼吸剂的治疗 就是使用呼吸剂 让他的上呼吸道可以撑开 睡觉的时候呢 不要再持续的一个 一个摩擦震动 打呼这样的情况呢 他有93%的病人 他的慢性咳嗽 然后就可以得到明显的改善 所以呢 我们就会把这个 胃食道逆流 慢性鼻炎、鼻痘炎 以及呢 睡眠呼吸障碍呢 实际上他就是一个什么 他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而且呢 在呼吸中止呢 或者是达呼呢 对于这个喉咙 实际上他会造成的是一个Vibration Trauma 也就是针对于他的Barrings 然后这个咽喉的组织的黏膜呢 就会造成一个因为震动产生的持续伤害 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 如果一个人呢 被注意到睡觉会打呼 基本上他晚上睡觉的次数大概会超过1000次 然后如果再加上又有呼吸中瘾 那我们可以想象 其实烟喉就好像一扇门 这个门是不能关的 可是如果这个人呢 在睡觉的时候呢 不停的打呼的话 我们就好像这个人呢 家里的这个门是不断的开开关关 那一直不断一个 我们可以这样想象 一个房间的门 每天晚上开关1000次 这个门大概很快就坏掉了 所以呢我们烟喉也是同样的 这个烟喉如果一直都有反复的摩擦震动 就会形成这个vibration trauma 最后就会变成chronic pharyngitis 也就是慢性咽喉咽 所以那这个这样的慢性的发炎呢 它本身也会透过神经的reflex 又加重他鼻子的冲斜肿脏 所以有一些病人 他的慢性鼻痘炎呢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 胃食道逆油会引起以外呢 打呼本身就会加重他的慢性鼻炎鼻痘炎 那慢性鼻炎鼻痘炎呢 我们刚刚提到本身又会恶化 就会恶化我们的脏口呼吸 也会让胃酸更容易上来 那胃酸上来呢 透过神经的反射 也会有加重鼻子的冲斜肿脏 而且呢现在也有研究证明 这个胃酸刺激到十道的神经 也会让喉咙的肌肉松弛 那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这三个 鼻子的问题 胃酸的问题 跟睡眠呼吸松弛的问题 每一个呢都会恶化另外两个 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尤其是东方人呢 我们的上呼吸道结构比较狭窄 所以很多人经常就是处在 这个一直反复发作的一个恶性循环当中 好 那当我们提到这个问题呢 那我们就要来 如果提到这个问题 除了慢性咳嗽以外呢 我们针对这样子 对于上呼吸道黏膜的伤害呢 我们再来做更进一步的探讨 也就是呢 这个 这个 开始就有人去注意到 诶 这个 痰痰的话呢 可能就会造成上呼吸道 这个结构的本身的一个 neural injury 神经的伤害 那神经的伤害呢 那神经的伤害呢 就会表现在 第一个我们前面提到的 因为这个 vibration trauma 造造成一个 Chronic pharyngeitis 就是慢性联络炎的话 病人经常就觉得喉咙痒痒的 不舒服 一直都有一些 想咳嗽的感觉 尤其是讲话 讲的比较多 深呼吸的动作 或者呢 接触到一些 比较刺激性的气体 或者有时候 温度的一个改变 比如说喝冰水啊 或者是吃冰啊 这些东西的话 他就会觉得 会很痒 想要咳嗽 那再来呢 神经的影响的话 因为这里不断的摩擦 震动之后 常常会造成神经的受损 那受损的话 然后之后呢 受损的话 造成所谓的 denovation 然后呢 它会再长新的 叫做renovation 那这个时候呢 它在原来的 控制这些肌肉的话 就不像原来 就好像 这个东西是全新的 然后这个已经是修理过的话 但是控制上面 就会有一点问题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 neurogenic remodeling 所以呢 调控的问题 就会影响到我们嘴巴讲话的声音 所以呢 有一些人的音质 因为就是跟以前的 慢慢就不太一样 当然也包含 这个声带的 本身的一个受伤 也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再来是什么 再来就是呢 这个气流 我们大脑在感觉 我们平常呼吸 是不是舒服 是不是顺得坏的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气流必须从鼻腔 再进到我们的咽喉 这样呼吸 那这边呢 本身 这些年末本来 就有很多神经末兆 它可以感受到气流 也就是呢 对于Airflow的一个perception 可是当我们的这个神经受损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reduce 这个perception 所以呢 就好像明明有很足够的气流的进出 可是呢 我们的年末呢 感受不到那么多的一个神经的一个刺激 那这样的话呢 病人就会觉得 他会觉得呼吸好像是不够的 就好像比塞了 感冒比塞的感觉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感觉气闷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呢 有些人经常就会觉得 明明也没有在做什么运动 坐着就是觉得呼吸 或是就会觉得很喘 那再来是什么 我们吞咽的反射呢 也会受到影响 因为这个都也是跟神经有关系 所以会容易呛到 那另外一个呢 会容易呛到的话 很多人说 那我既然反射会受影响 那我就小心一点 那实际上呢 还有另外一个机制呢 我们平常会更容易被忽略 也就是呢 如果这个上呼吸道的 这些神经呢 没问题的话呢 我们有一个 我们把它叫做 inspiratory suppression time 也就是呢 因为正常的时候 我们每一次喝水 或者是吞口水呢 之后呢 我们大脑会发一个命令 去抑制我们的吸气 也就是呢 你每一次刚吞完一口水呢 你自然而然的 就会稍微憋气一下子 然后才开始 恢复我们的呼吸的动作 不过呢 当我们这个神经受损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reflex呢 就会受到阻碍 也就是呢 我们的这个 因为吞咽后吸气 延迟的时间呢 就延迟的不够久 也就是呢 你刚吞完口水 很可能 立刻就开始吸气 这个时候呢 就很容易呛到 所以呢 从这样来看的话 也就是我们的上呼吸道 既然欧沙 尤其睡眠呼吸中止呢 以欧沙为主的话 它又对你造成这么多的 对上呼吸道 你又造成这么多的伤害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病人就很容易会表现出 慢性咳嗽 气悶 然后容易呛到 这样的一个症状 那这些 那这些情况以外呢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 睡眠呼吸中止 还有一些呢 我们比较没有注意到的 也就是什么 也就是 活动量的问题 这个在2009年呢 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呢 它就完整的证明了一件事情 证明了什么呢 也就是 如果这个人白天活动量不多 他躺下来睡觉的时候 那水分的回流呢 就会加重 水分滞留在上呼吸道的现象 然后就会恶化 它的一个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 这个研究 他这里就发现 他去测量呢 这些人白天活动量不多的时候 然后 他们就会发现 他的下肢就会积水 然后用电阻看 可以测到呢 在下肢的水分呢 含水量增加 那含水量增加 之后呢 再测量 他躺下来睡觉的情况 他们就会发现 下肢含水量 越多的人 他躺下来睡觉的时候呢 这个水分呢 移动的一个情况呢 会更明显 那移动更明显的人呢 他们同时也会测量到 他的颈围增加的幅度 也更明显 那颈围增加幅度更明显的人呢 也就会发现 他的这个睡眠呼吸中止 就会更严重 所以这之间的关系呢 就从此就被建立起来 所以呢 同样的这个group 就在2013年 他们发表了一篇 review的paper 就告诉我们 诶 这个人 一般的人 如果说他有一些呢 白天 活动量不多 或者一些其他 本身就有一些其他疾病 比如说肾脏的问题 或者说一些心脏的问题的话呢 他下肢容易积水的 一个状况 他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会出现 睡眠呼吸中止的问题 那这有透过两个机制 左边的话就是 一个很直观的呢 躺下来水分的回流 造成颈部的水分的滞流 跟肿脏 这个也有人做过研究 这个滞流的水分 大概会有 超过100cc 那这样的水分 就会造成颈部的浮肿 造成他的 呼吸道的管境变载 所以就会出现 OUSA 阻山型 睡眠呼吸中止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说 如果这个人 他本身呢 心脏功能就不好 他有心脏衰竭的问题的时候呢 他躺下来的时候 我们就根据我们上次上课 跟各位同学介绍的 心脏衰竭的人 他肺部容易充血 那容易充血的时候呢 他就会刺激我们的呼吸中枢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提高氛气氧 那提高氛气氧呢 就会让他的二氧化碳下降 那二氧化碳下降的时候呢 你论上这个讯号 应该传回我们的呼吸中枢 来抑制我们的呼吸 所以一般的人 正常的人 他的这个 呼吸的排量 是处于一个稳定的 不过呢 如果有心脏衰竭的人 他的讯号传回到 我们的呼吸中枢 总是慢半拍 所以呢 他就会变成 一个比较 过度的换气 或者是换气不足 会不断的交替 这个就是我们上次 跟各位提到的 这个所谓的 Chin-stop breathing 就是沉湿呼吸 那表现在 睡觉的时候的情况 就会通常 会变得更明显 更明显的时候呢 当他过度换气的时候 没事 可是呢 呼吸换气不足的时候 更严重的时候 就会出现 中枢型的 睡眠呼吸中枝 所以也就是呢 因为下肢积水的话呢 在睡觉的时候 就会出现 这个睡眠呼吸中枝的情况 就会变得比较厉害 所以呢 我们如果把 我们整个提到的 关于睡眠呼吸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呢 我们就可以 这个 在这个流程上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呢 中间是 OSA 睡眠呼吸中枝 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枝 那从最上面呢 这病人可能是有 过敏性鼻炎 鼻痘炎 然后呢 他就会有张狗呼吸的情况 那张狗呼吸的情况呢 这会造成上呼吸道的阻塞 成成OSA 那在这当中呢 这个GERD GERD 就是胃食道逆流 这个病人可能会因为 脏口呼吸 口水 蒸发掉 没办法中和 胃酸 或者是呢 他的用力吸气 导致胃酸的一个逆流 那或者是这个 vibration trauma Upper airway vibration trauma 也会回来 上呼吸道的发炎跟肿胀 那还有呢 他的生活形态 如果是活动量不多的 就会造成这个 vibration 的redistribution 也会造成这些阻塞 那这里呢 就有提到呢 Air pollution 大家都知道空气污染 就可能会加重 我们的鼻子过敏的现象 不过呢 我们也有一些研究 也慢慢的发现 空气污染可能会增加 OLSA 这个睡眠呼吸中枝 本身呢 他的一个 对于心血管疾病的 一个影响 我们都知道 睡眠呼吸中枝的反复的缺氧 可能就会出现 所谓的 oxidative stress 也就是氧化压力会增加 氧化压力增加 会产生身体的一些慢性发炎 所以呢 我们实际上 就有做了一些研究 也发现 睡眠呼吸中枝呢 是最容易受到空污的一个影响 那睡眠呼吸中枝呢 受到空污的影响呢 会产生哪些类型的影响 第一个呢 也就是我们刚 在前面有跟各位提到的 当这个人有睡眠呼吸中枝的时候呢 他可能是一个 空气污染的一个易感受族群 也就是呢 当睡眠呼吸中枝越严重的人 他受到空气污染 比如说像PM2.5 二氧化氮 NO2这样子的影响呢 就会造成他血压的疏张压越高 也就是越严重的人 在同样的一个空气污染的影响之下呢 他的疏张压的 升高的这个效应呢 就会越明显 所以我们可以说 他是一个空气污染的一个易感受族群 那另外呢 当这个空气污染的一个污染的物质 比如说PM2.5的二氧化碳 每增加一个Interquotile 也就是呢 每把这个空气污染的值呢 切成四个等份 那每增加一个等份的一个增加量呢 他呼吸中止的严重度呢 大概会增加4.7%跟3.6% 那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差异 然后呢 对于一个像二氧化瘤这样的一个增加呢 这个N1的Stage比例也增加 那在整个的睡眠当中 如果是N1Stage比例增加 也代表就是说 他的这个睡眠的品质呢 变得比较差 因为呢 会以浅睡为主 那还有呢 以及白天四睡的情况变得比较严重 也就是我们会测到比较厉害的这个ESS 就是前面跟各位提到的这个 FWord Sleepiness Scale 这分数会比较高 那或者是呢 每增加一个Interquotile的话 PM10 PM10的每增加一个Interquotile的话呢 那 RAM的比例也会减少 快速动员比例减少 3.73% 另外呢 在问卷里面的一个 这些病人的一个忧郁的一个情况呢 也会变得比较明显 所以呢 这个就是说 空气污染 对于睡眠呼吸障碍呢 实际上会增加它的严重度 然后也会恶化这些病人的一个心血管疾病的程度 然后呢 对于他的一个 不管是睡眠本身的一个浅睡的比例增加 还有呢 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 也会造成他所谓的 忧郁的这个程度呢 也会提高 那这样子呢 我们前面已经有提到了 对于慢性咳嗽 然后对于空气污染的影响 还有水分堆积造成的一些恶化的程度以外呢 那所以 在所谓睡眠呼吸中止的治疗 这我们之前跟各位提到的 标准的治疗呢 就是透过包括带呼吸器 把上呼吸道撑开 或者是带这个oral appliance呢 把下巴往前拉 让空间腾出来 或者是所谓的positional therapy 让病人呢 无法平躺 可以尽量保持左侧或右侧躺的方式 或者是开刀呢 让他的这个结构呢 做了改变 那当然最有效 而且呢 最没有伤害性的呢 最后可能是减重 那除了这些以外呢 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实际上呢 如果按照我们前面 跟各位介绍的 关于睡眠呼吸中止的 相关的影响的话呢 那我们实际上就会 在我们临床上面呢 实际上最常建议病人呢 反而是生活习惯的问题 也就是呢 这四个生活习惯呢 是我们日常生活可以做的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前面有跟各位 一再介绍的就是 胃食道逆油跟慢性鼻痘炎的问题 所以呢 胃食道逆油跟慢性鼻痘炎 还有这个睡眠呼吸中止 本身的一个恶性循环的关系 所以呢 在慢性鼻痘炎方面呢 也就是跟环境污染有关系 过敏的体质 或者是抽烟 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就要尽量去避免 那在胃食道逆油方面呢 最主要是饮食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除了有一些比较辣的 比较酸的这些东西呢 尽量减少以外 其实最主要是呢 进食的时间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也就是呢 我们会建议在 要躺下来睡觉前的两个小时内 除了开嘴以外呢 其他都不要吃 比如说果汁 饼干 牛奶水果这些 都不应该进食 因为你吃完东西去睡觉呢 在两三个小时内 你的胃酸的分泌量会增加 那这时候去睡觉的话呢 胃酸 因为它不一定会刺激到我们的舌头 所以病人不见得觉得酸 可是呢 胃酸只要刺激到食道的弥走神经 这个时候就会引起鼻腔的冲斜肿脏 还有呢 他的喉咙的肌肉会松弛 那还有 也就是喉咙经常会觉得有一些异物感 那这些都会恶化 睡眠呼吸中止的问题 那第三个呢 就是规律的运动 那规律的运动 就是我们之前跟各位提到的 因为没有活动的时候 下肢容易积水 那躺下来睡觉的时候呢 水分的回流 就会造成上呼吸道的肿脏阻塞 甚至如果有合并心脏衰竭的病 更容易引起中枢型的睡眠呼吸中止 那第四个呢 实际上就是口腔舌咽肌肉的训练 那训练呢 基本的原则就是要锻念我们上呼吸道的肌肉 让它变得不要那么容易松弛 还有呢 还有呢 因为呢 在年轻人呢 同样肥胖的人 年轻的病人呢 看起呼吸中止不会那么厉害 可是一般大概40岁50岁以后呢 上呼吸道的肌肉慢慢变得松弛之后呢 就很容易阻塞 那在训练的原则呢 基本上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呢 用舌头去刺激它的 用牙刷去刺激舌头的这些黏膜 这些呢 是会提高我们对 这些黏膜对于气流的一个 的一个 perception 提高对气流呢 改变的一个敏感度 那第二个动作呢 就是锻炼舌头的力量 那基本上呢 就是比如说像把舌头卷起来往上顶 或者呢 把整个舌头呢 整个往上推 就好像我们在吞口水这样的动作 那除了呢 往上 那也可以呢 往上还有往后 用力推的动作 那这些呢 就是往上顶的一个肌肉的一个收缩的训练 那除了呢 往上 往后推以外呢 还有一个动作就是什么 就是往下推 那往下推的动作 那往下推的动作 可以看到像这眼睛方面 往下推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呢 就是不断的去锻炼呢 这舌头的一个力量 那除了呢 锻炼舌头的力量 往上往下以外呢 第三个就是锻炼我们这个嘴巴 还有两颊的肌肉的力量 那嘴巴这样一个 中间呢 就好像吸奶 喝松吸的 这个吸笋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另外就是用两只手去搬动 它的两边的这个嘴唇 那这些呢 简单的来说呢 就是这样整个的一个 Oral Pharyngeal Exercise 口咽运动的目的呢 就是要强化舌头 这个两颊 还有呢 这嘴巴的整个肌肉的力量 让它呢 在睡着放松的时候 比较不容易松弛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那又有人 另外有人做研究呢 发现去通过月息的这个一个东西 这个是澳洲的 这个是澳洲的 这种提醒的一个 这种提醒的一个 使用的话呢 带同种的那是个影响 也可以锻炼我们上呼吸到一个肌肉 然后达到呢 改善呼吸中心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 最后 总结呢 我们关于睡眠呼吸方面的问题呢 我们整个在两次的上课呢 跟各位有提到的 关于它的这个疾病是怎么来的 我们怎么去定义它 还有在临床上呢 我们怎么去做检查 包括有客观跟主观的一个评估的方式 然后还有如何去改善 那在除了这些以外呢 实际上改善的方法 除了标准的治疗 比如说透过呼吸器 透过开刀 透过姿势的改变 还有透过一些 overall appliance 就是口内装置 或者俗称牙套的一个改善以外呢 最重要的是呢 生活习惯上面 也就是呢 睡前不要乱吃东西 然后不要抽烟 然后注意环境可能的影响 空气污染或者是过敏的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一定要规律去运动 还有呢 去端用我们的口烟舌烟的肌肉 更重要的是呢 一定要控制体重 那如果能够把这些做好的话呢 大部分的这些睡眠呼吸中止的病人 尤其是主宰性睡眠呼吸中止的病人呢 都会得到明显的改善 好 那我们呢 这两次上课呢 关于这个睡眠呼吸的部分 就跟各位同学介绍到这边 谢谢各位